大家好,这两天大家抱怨没有什么好节目 确实最近没找到什么好的素材 今天跟大家聊聊殷九华事件的后续 然后再给大家来一段走近科学 前几天6月2号给大家讲了一个殷九华事件 没有看过的朋友请先看一下 大概就是殷九华这名网友 在三年前2020年做了一些民间禁忌游戏 之后又砸毁了一些神像观音像 结果砸毁观音像那些视频之后 他突然全网消失了 直到三年后的今年5月他再次出现 没想到这次他虔诚的皈依了佛教 并且成立了一个行善放生联盟 励志要放生一万天 让大家包括我本人都非常惊讶 是什么导致他的转变 消失的三年中又经历了哪些呢 那期视频下面的网友主要有三种猜测 一,他被人开河了 因为他之前在评论区透露过自己的身份信息 有人猜测他被人线下警告了等等 二,有人猜测他遭遇了某些玄学的事情 比如说他透露过自己的生辰八字 是不是被某些高人给下降头了 或者真的因为这些冥冥之中遭了什么报应 三,还有一种猜测 说他一开始的不信邪啊都是装的 是为了炒作 就是为了三年后反转啊 成立放生联盟盈利什么的 第一种说法偏唯物一些 第二种偏唯心一些 第三种呢认为是剧本 没想到啊 节目火了之后 九华本人联系上了我 我们来听听他的讲述 当然啊 以下这些都是九华本人写给我的 我呢就念给大家听 请大家还是抱着科学理性的态度去看 我之前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那几年我对这些灵异鬼怪的事非常好奇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我自己是不信的 我要让大家相信科学 所以拍摄了一系列的视频 试了很多所谓的见鬼方法 其民间禁忌 那时候我认为这些都是骗人的 我还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发出来 让他们对我进行所谓的施法 就是想通过验证 让大家相信啊 这些东西根本不存在 并且这些行为呢 也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我也承认我喜欢享受 被人追捧所谓的网红的感觉 那段时间我已经迷失了 一开始做这些禁忌游戏 什么事都没有 后来为了继续证明 我直播砸了很多神像 观音像 太上老君 东北 五大 仙家等等 当时我在各大平台上都上传了视频 这是第一次的因果 后来出事之后 我把所有平台的视频都删除了 可唯独忘了B站 呼吸九华心里想的是 妈的让邓肯这个B给捡到路了 他说 在我砸完这些神像之后 我和我的家人都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指的是各个方面 具体的事情我就不方便阐述了 那段时间我非常愧疚 我们家里条件之前挺好的 那段时间每天却都浑浑噩噩 心里都非常难受 后来有一天我在河边看到一位师兄在放声 和他相谈之后 这位师兄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和他讲了我的事情 这位师兄认为我做这些事情很不好 是在挑衅阴灵 师兄跟我提到了九华山 我以前不知道九华山这个地方 恰好我的名字叫阴九华 这位师兄认为我冥冥之中和地藏王菩萨有缘 是菩萨庇佑我 我们的相遇也是缘分指引等等 之后我就去了趟九华山 在那里我冥冥之中有一种感应 心里一下子就想到了 我要放生 放生一万天 于是我就向地藏王菩萨发下大怨 以前的我性格太执拗 只相信眼见为实 如果没有这些奇妙的经历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会有信仰 现在通过放生这些事 我每天的心情都非常好 我现在每天一睁眼 就知道今天又会有很多的生命得救了 最后的结尾 九华对我说 我不是说要放生一万天 而是要看我还能活多久 如果我能活三万天 那我的余生可能就还剩两万多天 我就要再放生两万天 我觉得这是我的使命 以上就是九华写给我的 使他发生转变的原因 总结起来就是和左央很像 自己发生了问题 家中发生变故等等 其实我很想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但是这是别人的隐私和痛处 咱们就不好再八卦 总之九华的意思是 他已经认识到了自己之前的错误 希望大家不要再揪着以前的事情 去打扰他和他的家人了 他也道歉了 我也郑重给九华道个歉 我的那个视频让他重新翻火了一下 给他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我提出想把那期视频的几百块收益给他 但是他拒绝了 他对我说 您如果有这份心的话 请您在生活中遇到了需要帮助的人 去帮助一下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多行善事 听到这里我真的非常感动 在此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再去打扰他了 毕竟浪子回头金不换 做那些事情的时候 他才二十岁 看一个人还是要看他现在的样子 以前比较放浪 张牙舞爪 虽然不好 但毕竟都过去了 要不是B站密码忘了 他早就删了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过分苛责 不要打扰他的家人 当然这里还必须提一句 我对放生这种行为持保留意见 或者干脆说我不赞同这种行为 咱们科学理性的看 放生不能对人有什么客观性的作用 而且弄不好还容易出大问题 大家可以去网上随便搜一搜 关于放生 有很多荒唐的事例 包括国家今年也立法 对放生做出了规范等等 看着视频中这些参加放生的人 还是不太能理解 当然了这些事发生在我们东北 一点不奇怪 因为我小时候就见过很多 我们这边神神叨叨的人 我以前讲过我们家里也有 比如我老姨尿酸高痛风了 我们家有一个信教的亲戚 过年时候一起聚会 就走火入魔跟我老姨说 你知道你为啥痛风吗 就是因为你老撒僧 遭报应了 什么什么 大家都知道痛风就是吃海鲜 喝啤酒 肉类吃多了 飘龄膏属于富贵病 寸一煮吃点什么别飘醇那些药就好了 你看我就一直吃 咱们说为什么有这么多愚昧迷信的人 因为理解和认识这个世界是有门槛的 学数理化学知识太累了 如果有一个方法或者说一句话能解释世间万物 那些愚昧的不愿意学习的人 当然十分喜欢 比如将一切不顺都归因于我杀生了 把所有的好运都解释为我放生了等等 要知道没有什么能解答世间万物 当然除了我疯了 最好表明我的观点 一九华当年杂神像划众取宠的行为是不对的 是不尊重人的 二他现在的转变我觉得也很好 但是对他放生的行为我极不赞成 还有我不认为他当年的行为是刻意为了现在的反转炒作而做的 三我个人认为他后面的倒霉和之前的杂神像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还是那句话 这世界上十个人有九个人倒霉的 不能说每个人都做了坏事导致倒霉吧 就像张国荣哥哥临终前说 我一生没做过坏事 为何会这样 我个人觉得很有可能是他后来家庭的变故 让他和自己砸神像的行为联想到一块了 认为这是暴影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那么殷九华事件的后续讲完了 说到鬼神与人的感应 我们世界上最大的灵异现象调查机构走进科学 也曾经报道过这样其离奇恐怖的墓碑哭泣事件 一座神奇的古碑 每封孔子祭祀大典就会流出眼泪 它是一块充满灵气的石头 还是背后另有隐情 它到底隐藏着什么众人不知的秘密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哭泣的石碑 说到墓碑的灵异事件 我们之前讲过两个 一个是墓碑上出现刘邦 最后被鉴定为反光 另一个是墓碑上出现祖先 也被鉴定为反光 那么今天这个不一样 今天这个更为恐怖 在我国山东区府 有一处全国最大的士族墓地 孔林 而孔子就埋葬在这里 在孔子墓旁边十米左右的位置 有一块诡异的石碑 一个雾气蒙蒙的早上 山东区府孔林内 一片淫欲的树林中 坐落着数以万计的坟墓 寂静又带着几分神秘 一位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 正在院内打扫尾声 然而 当他扫到一块石碑钱时 不经意的一瞥 却看到了令人吃惊的一幕 那天我就看到 这上面很多的水珠 从上这样往下流 滑滑的 这样往下流 很多的水珠 满上面都是 那集的配乐恐怖极了 更为可怕的是 当地很多人都曾目击过 这块石碑流下水珠 可平时看去 上面干燥光滑 没有丝毫水气 如果说是什么空气 潮湿啊 沉露啊 引起的 可周围所有墓碑 没有一个有这种 汗流滚滚的情况 附近居民一时人心惶惶 一部分人认为 是几千年前的孔老夫子 在哭泣 而另一部分人认为 是他的学生 子贡在哭泣 因为这块石碑上面 记载的是 子贡和老师的情谊 老师去世后 子贡从外地赶回来 伤心难过之类的话 有人认为 是子贡化身在 这座石碑里面 日夜守护着 自己的老师孔夫子 不得不说 一块有故事的石碑 不阴天不下雨 经常自己往外冒水 确实容易让人 产生这样的联系 就像咱们今天节目里讲的 容易把两件事情 主观联系在一起 得出一个恐怖的结论 自己吓不自己 最后 经过记者专家教授 一系列调查研究后 终于对 屈辅石碑 流泪一世 得出结论 原来是因为游客们没有素质 谁来都喜欢伸手在石碑上 摸一摸摸一摸 天长日久 日久天长 石碑上面形成了一个油膜 当空气达到一定湿度的时候 水蒸气会凝结在石碑上 可油膜的存在导致外面的水气 不能吸附到石碑里面了 所以经常留下所谓的泪水 那没事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又到了一年一度 大家喜闻乐见 但从来没有成功过的 欧冠决赛预言环节 现在是6月10号晚上18点09 我预测今晚的 曼城对国米的比分是 曼城5比1战胜国米 不信大家明早打开视频 就可以看到 咱们明天见 国米加油 国米加油 岳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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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月 岳月 苗月 抓到鸭鸭 岳月 抓鸭鸭 workers 捱鸭鸭 黎小黎花 吃鸭鸭 н野 scroll 碍 雳月 哪有小猫咪不抓鸭脖呢 就是豆粉 就是豆粉 就是鸭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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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月鱼 妈妈错了 妈妈对了 月鱼打死爸爸